就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候 大家生活变得更辛苦 却有大专院校要趁着这个时间点涨学费 这是学生团体揭露说 国内有三所大学或专科学校计划在下学期 要来调涨学费 分别是国立嘉义大学 还有私立的世新大学 以及高雄的数人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学生团体就呼吁说 希望学校可以考量现在有学生是在打工的 还有家庭状况 大家共体时间 至于嘉义大学就说 考量疫情升温 现在已经决定不调涨了 疫情升温还烧进校园 有的学生也返向避难 除此之外 不少打工学生也是受灾户 随着三级警戒收入减少 而如今还有学生团体揭露 国内有三所大学或专科学校 计划调涨学杂费 其实像世新跟树人 他们是要调涨学杂费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 有些学生他也是考量疫情 他已经跑了程序 但后来就是没有送出去 有这个中国医药大学 还有实践大学 反教育商品化联盟指出 包括嘉义大学曾讨论 预计同时调涨 日间部学士班和研究所学杂费 世新大学则曾在近期 举办学费调整说明会 平均每个进修部学生 每年将增加约六千元学杂费 数人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同样有意调涨 但没公开学杂费调涨计划 截至结稿时间尚未取得 世新大学回应 嘉义大学则澄清 三月时有决议调涨学杂费 但考量疫情升温已决定不调整 学生团体呼吁疫情严峻之际 就怕经济压力雪上加霜 希望学校也能评估学生 和家庭的情况 共提时间先把疫情撑过 再来考量 环市新闻 李廷多志超 综合报道